到中國一些工廠去看過 我有些觀察我是非常感慨 我自己是 我自己當過很多年工人 我當過七年工人 所以還是非常熟練的工人 怎麼說的 這樣的話再去看 我做糖果的 我當年在廣州 我的單位叫廣州市 雄英糖果生產合作社 這絕對是 這絕對就是一個 就是說集體所有制的單位 當年勞動條件非常差 那個後來不到 就是不出來以後 因為當年我們有個工作 就不錯了是不是 所以後來就是現在 剛才說到這個 中國的勞工的一些案例 中國的勞工情況 我有一次我就到 有一家 就是東莞有一家廠 出了一個問題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那個 出了一次罷工和工潮事件 後來就是竟然到警察去 燒了一輛警車 後來抓了十個工人 我就到那家工廠去 跟工人在一起待了一天 一塊吃飯 問問情況 我發現很有意思 就是非常有意思 新一代的工人 我去吃飯 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當工廠的農民工 吃的比我們當年好多了 這比如說 但是大家那個扔食物 毫不在乎 因為那個飯是可以白拿的 每個人都拿著滿滿一盤子飯 之後倒 結果桶裡盡是飯 我說這是農民的子弟啊 是什麼樣的情緒 促使他們這麼做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說他們已經 這一代農民工 當時已經很多年以前 八年以前了 這顯示他們已經不是 就是90年代初那一代 有一個工作就非常心懷感激 所以掙了錢就回去 這是一代有自己權利意識的民工 第二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是我那個兩年以前 我到中國去 我曾經跟這個好多 在城市做服務業的農民工談過 我問他們怎麼消費的 你們用什麼怎麼用 他們給了我一些 他們每個月消費的單子 我其中發現一下很有意思的是 他們每個月是超過10%的收入 用在手機 電腦 這些消費這些電子消費上 這在前一代農民工是不可想像的 而問他們願不願意回到自己鄉下呢 基本上都說不願意回去 問他們為什麼要成立打工呢 我原來以為說 你成立打工是我們有收入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不是 他們說來自自由 特別是女工 我覺得很有意思 那反而自由了 他反而自由 我說為什麼在服務業工作 他晚上可以去逛逛街 沒有人管的自己住 很自由 所以就這些概念本身的變化 說明了新生代 新一代農民工 是跟以前很不一樣的 不那麼容易控制的 而他們在爭取自己權益上的意識 也更強 我們再接幾個電話 好 湖北楊先生 湖北楊先生你好 楊先生好像不在現 有一位台北的劉先生 台北劉先生你好 聽得見嗎 是 聽得見 劉先生請講 我們台灣的勞工十幾年來薪水都沒有漲 請問美國的勞工薪水是怎麼漲 是有很強的工會逼資方把薪水調高嗎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台北的劉先生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一句話能回答的問題 美國的勞工在最近這些年工資漲得也非常慢 而工會逼資方漲工資的情況 只有你有工會才行 而美國現在在私營企業裡 工會會員的工會率只有7% 也就是說只有7%的人是工會的會員 所以這個工會會逼勞工掌控 會逼資方漲工資 這是一定的 但是有很多時候逼得過頭以後 把資方逼倒了 就是說這個資方可以把廠搬到中國去 或者搬到全世界其他勞工便宜的地方 所以這是勞工 勞資雙方的談判的時候 勞工方面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 另外美國還有一個趨勢更容易搬的是 現在就是美國有22個州 叫做雇員選擇州 你的雇員可以選擇你加入工會 其他的州如果這個廠有工會 雇員就必須加入工會 那麼現在大量美國的工業比如汽車工業 45%就搬到南方來了 只有底特律現在汽車城 那一帶大湖區的工業就越來越少 搬到那邊的原因是 搬到那邊的原因是沒有工會 那資方覺得搬到那邊好當然是 那當然因為有工會汽車工業來算吧 有工會和煤工會的工人工資 在美國同一個地方南方和北方 工資差工資和福利差至少15% 如果不是更多 好我們再接幾個電話 湖北王先生 湖北王先生你好 董事長好嘉賓好 中國中國工會 它是對黨領導的一個工會 它是一個偽工會 工人的權力跟政府一直是在博弈 從兩方面來講 就是說工人也有工人的問題 前不久就是說聯想集團的總裁 柳傳志在講 他講要把農民工變成 改變成那個產業功能 後來專家們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覺得這很難 為什麼呢 農民工在給他自己家裡幹活 說跟這個來變換角色來做一個產業功能 他那個幹活的心願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最近呢 有些公務員呢在嫉妒農民工 說他們的月薪破萬 我們公務員還沒有這麼大的工資 就是在湖北差不多是300塊錢人民幣一天了 是這樣一個待遇 就是一個就是技術不是很好的功能 都可以拿到這個收入 然後在房地產的一個工地呢 看到農民工拿著那個敲啊 什麼東西在那裡就在玩 沒有公投來的時候就在那裡偷了 這是中國的一個現實 你說他要漲工資怎麼漲呢 那個管理層肯定就覺得這樣沒有勞動效益 然後就是說美國的汽車 美國的冰箱 美國的這些產品 那中國這些相同的產品 跟美國是沒有可比性的 這個勞動生產的效率都非常的低下 產品的創新 產品的設計 產品的工藝 都不能沒有可比性 那麼就是說這也是一個方面 就是說儘管勞工權力受到了一些侵害 但是就是說這些勞工 他確實就是原來吃大鍋飯那個 原來那個政策啊 就是說留下一些陰影在那裡 好 湖北王先生 好 感謝您打電話 進來發問您的觀點 讓您講到這 我覺得這個我想接著這個 王先生這個話題 他就談到就是中國這個工會 他說這個工會實際上不是一個 對 說到這也很有意思 我們都在中國生活過 在中國的這個工會啊 是只要你是參加工職 除了農民除外 只要你是參加這個所謂的工職 無論是你是中國所謂的幹部也好 國營企業的工廠也好 或者是集體企業工廠 只要你參加工作 好像就必須要加入工會 所以隨著這些年的這個改革開放之後啊 剛才你談到你到這個中國南方的一些企業 如果沒說錯到可能是一些外資 或者是台資的企業 那中國在過去有一段時間啊 有一些特別是外資企業 也希望成立獨立於這個中國的這個 官方工會的這樣的一些呼聲 現在這方面有什麼改善沒有 而且我想晚一點回答這個問題 那個王先生剛才說一個問題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他除了農民工都是產業工人 這是一個誤區 按說吧你是不是產業工人 那是應該按照你的工作來計算 農民工是個身份 農民工不是個職業 那中國農民工是中國這個戶口身份制度的 就是這個等級制度的一個產物 所以按照來說你這個美國工不是農民工 美國當代工人都是歐洲農民餓得沒飯吃 移民到美國好成工人了 就是說工人都是農民轉過來的歷史上 是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中國這個農民工啊 是中國一個身份地位的問題 而這個身份地位這種 就是說將整個國家分成兩重天兩日 所以當時當年梁肅民在1957年就說過工人在九天之上 農民在九地之下 是不是 即便是工人當中還是有分了 剛才你說過你工作的是一個小集體工人 和這個國營企業的工人也還是不一樣 現在區分沒有那麼大 但是過去我在那時候區分是非常大的 從人為的福利什麼都有點差別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中國就是這個 我們很有意思就是說 自從搞社會主義以來 別的遺產沒留得太多 最大的遺產是將中國變成了一個身份等級社會 從社會角度 你說傳統上農民進程也沒有那麼大的限制 是不是 而現在就用一種身份地位給你限制住了 所以農民工 中國的產業工人就是農民工 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 就是那兩億進程打工的農民工 否則何來產業工人 這是一個 因為中國的工會問題 剛才您說到那個 就是說這個 你進去都要工會 其實那個 那個按照美國人叫吧 叫黃色工會 為什麼 中國可能叫紅色工會 為什麼這麼叫呢 因為當初很有意思就是 我們國工會運動很強大的時候 工會一罷工 那麼資方就要去外邊雇那些工人來頂替 後來這個事情就弄得有點非法 這是很長的歷史 但是雇來頂替那些工人 就上面有個合同 那合同就寫了 你來我們工作的條件就是不得加入工會 這個當時就被叫做黃狗合同 所以這Yellow Dog 但是叫黃狗合同 所以這種工會叫黃色工會 也就是說這個如果是你來 有時候不是應該黃狗合同 從那以後有些資方就說 我可以支持你一些工會 你條件跟我就比較友善 咱們就這個甭鬧 就比如說你們這個一家工廠 一千人是不是 汽車廠 有五百個人成立一個非常強大的工會 天天是汽車工人工會的 那麼另外有二百個人說 我們也不想加入工會 我們就想資方你們對我們好點 你們也成立一個你們來代表一下 我們呢你們不要罷工 我跟你說好了 都是黃狗合同來的人 但是呢來了以後呢 我們反正咱們好說好 就是有話好說 這種工會不叫做黃色工會 現在這種工會美國還有嗎 這種工會基本沒有了 因為現在美國第一是 私營企業中的工會很少了 也就剛才說只有7% 那麼7%的工會率 也還在有下降的趨勢 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美國的這個產業在下降 一個方面是這個美國的大量產業 在搬到國外去 美國80%多的行業叫服務業 就是說各種各樣的 高科技裡頭也很多服務業是不是 然後呢 這是這個傳統的工會 那個行業在下降 第二個新技術的產生 也使得傳統的行業 比如汽車工業 全套自動化 這個用人就越來越少 所以呢 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會就很少 現在大量的美國工會 超過50% 就是接近55%的美國工會會員 來自於這個政府和這個 來自於政府工會 也就是說這個 像我們美國之音是有工會的 對一會兒我就想讓您談談 專門談談這個政府雇員的這個工會 包括我們在這工作 我們所加入那個工會 我們再接幾個電話 好的 好的 安徽徐先生 安徽徐先生 你好 好 線路已經有點問題 我們接下一位吧 安徽姚先生 安徽姚先生 你好 姚先生在嗎 安徽張先生 安徽的線不好 安徽的線路還是有問題 連著我們接一位河南李先生 河南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李先生請講 我想說 主持人好 加密好 我想說 我覺得這個工會 就覺得像是 我們中國黨的那個 一個打手似的那種感覺 你黨要幹什麼時候 工會的後面就是 那肯定是支持的 我就是這種感覺 我就說這個沒有啥 謝謝 河南李先生 好 我們再接一位吧 河北張先生 河北張先生 你好 河北張先生 你好 請講 今天我一提到 我們是個勞動者 我們就談論勞動 我是河北 剛剛理想議員 是現在我們這個勞動者 真正的勞動狀況 知道的人很傻 像我們這 有幾十萬人 就是這個房子的勞動 那種環境特別惡劣 以前工作七個小時 好多人犯了職業病 這些人怎麼又有什麼管理 好像是 好 這是河北的張先生 感謝您打電話 我們再接一個 遼寧的王先生 那您王先生 蔡先生嗎 嗨 王先生請講 對 我今天 五一勞動節 實際 這個單位 有的工會 都是假的 單位 還有國民黨 那些掛牌 那些全是假的 民革 你想說 放假不放假 下崗不下崗 就是事業單位 不給你開工資 還多少年 你想說 上找工會 你說有情 有情 馬上去抓你 根本你是什麼 談的嚴格 好 實際上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 就像共青團一樣 共青富 對 共青富 就是所謂的人民團體 實際上是共產黨的下屬組織 我們接著剛才的話題 就是你看 我們剛才談到 我們在中國生活過的人 在中國參加工作的時候 你就必須的 不是必須 就是好像參加工作 填表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填這個 就自動的加入工會了 剛才我們談到 美國有這麼多的工會 我們談到了美國 美國政府僱員工會 叫美國政府僱員工會 實際上主要是指的是 聯邦政府僱員 包括我們美國之音的 這個工作人員 很多人加入的 都是這個工會 但是我們在 加入美國之音工作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要求說 你可以加入這個工會 可以不加入這個工會 這個聯邦政府的 這個政府僱員的這個工會 這個歷史 是不是他也是這個勞聯產聯的 這個大的聯盟當中的一個成員 這倒不是 他現在是 現在是了 那當初1962年 肯尼迪政府批准政府僱員加入 成立工會的時候 成立工會 這裡很有意思 就說說中國那個 咱們還是回過那幾位聽眾電話 中國的工會的組織 它是官方工會 怎麼是官方工會呢 但是我就問他們 你工會的錢哪來的 工會的僱員誰僱的 第一工會 工會那個主席什麼 都是帶官職的 帶官職的是不是 第二是這個工資 就工會的會 工資 當地你有工會 工資總額的2% 拿來做工會會費 就買個電影票 什麼的 就這個 所以這個性質整個是不一樣 而美國這邊的勞工組織 第一是工會的負責人 特別是工會的談判代表 那是專業的 那是由工會會員自己掏會費出的 你一個談判代表 那是有些是專業律師 有些是專業談判 就是工會會員的會費雇用的律師 對 所以他那個替資方談判那個人 是你雇的 不是資方雇的 這樣的話 他可以全心全意代表你的利益 而不是代表資方的利益 是不是 那政府雇員工會裡頭有一些問題 就是現在政府雇員有這個 其實聯邦政府雇員的工會 是比較弱的一個工會 為什麼這樣講 人不那麼多 真正強大的政府雇員工會是哪呢 是州縣市雇員工會 因為你美國是個相對自治的國家 你聯邦政府雇員再多吧 聯邦政府裡很大一筆錢是軍費 軍隊是不能有工會對不對 所以你是一般的聯邦政府雇員 他美國是這麼分的 就中國就糊裡糊塗了 概念不清楚了 當你在中國的時候 你說我是這個政府雇員那個 那麼我是處長 你也是工會會員 但是美國這個工會 從一開始的概念就非常清楚 如果你是管理人員 你就不能是工會會員 比如說你就不能加入我們的工會 我就不能是工會會員 我可以加入 你可以是工會會員對不對 所以今天是管理層跟工會會員談話 那麼這裡頭有一個 就是為什麼有這麼重要的區別呢 就是當你想如果你是老闆 你去開一個工廠 你雇了各個工程師管理技能 你還管理 這些管理人全跟你過不去 全跟底下的工人成一個工會了 那你怎麼管工廠啊 你沒辦法管的 那麼比如你要你這個是管理人員 你叫你這個部門負責人去砍預算 說我這個部門要砍了 你如果這個人是工會 你怎麼砍 你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呢從很具體就是說 這是反映了美國私人資本主義制度 和這個自由社會的特徵 人民有組織起來的權利 工人有組織起來的權利 可是 包括政府公務員 政府原來沒有可以說這個歷史 但是這裡頭包括 僱主有自由組織企業的權利 所以呢工會和僱主之間的平衡呢 就是自由組織企業的權利 和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之間的一個平衡 這樣的話管理人員 傳統上就完全不能加入工會 你甚至不能跟工會之間 有私下的對話關係 這個法律依據是來自哪裡 這是不是法 當年就工會那個 美國這個1935年制定的 美國那個國家勞工勞資關係法 裡頭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而且不光為這個 美國還專門就此 在1935年成立了一個 具有法庭法律效率的 那個美國勞資關係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提供五個委員 那都是總統任命的 總統任命了這五個委員之後呢 你的那個勞資之間 好我這邊要罷工 我這邊要什麼 不行了打單在上面去 內來仲裁 真的是有法律效益 美國有兩個這樣的機構 一個是聯邦仲裁委員會 那是專門仲裁你的衝突的 就是說大家仲裁 你又不接受仲裁 打著法庭就可以 等於的一邊是勞工法庭 一邊勞工仲裁 這是一個非常就是說 複雜的制度 但是呢也就是說 還是比較公平的制度 在談到這個美國這個勞工運動的時候 就是因為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所謂國際勞動節 我們也看到這新聞報道當中 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 特別是歐洲 剛才都在這個紀念這個五一勞動 國際勞動節 那我看到一篇文章啊 就說恩格斯 當年在1890年代的時候 看到了美國的這個勞工運動 搞得轟轟烈烈的時候 他寫過這樣的一段話 他說這個歐美的無產階級 正在檢閱自己第一次動員起來的 這樣的戰鬥力量 今天的情景 將會讓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看到 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真正聯合起來 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是馬克思說過 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起來 說如果馬克思能看到 這今天啊 那馬克思將該是多麼的高興 但是呢我們很遺憾的看到 就是說這個美國的工人運動 並沒有按照 剛才我們已經談到 沒有按照馬克思所預見的這種 這個路子走 那為什麼現在美國的這個工人運動 實際上是和社會主義運動 和這個工人 就是共產黨視作是它的中間力量的 工人運動 漸行漸遠 而五一活動在美國 根本就是除了剛才我們聽到的報導 這些佔領者說要在今天要提出抗議 為什麼會這樣 美國的經濟很多年之所以能夠健康發展 成為世界經濟的龍頭老大 跟這個非常有關係 我想馬克思 如果這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是共產黨宣言的首頁上的話 所以當時說全世界無產者 其實無產者是聯合不起來的 為什麼 資產者可以聯合起來 現在這個歷史證明 無產者之間是有競爭的 就是各國 你中國工人工資低 你比如說美國工人一個月 比如說三千塊錢 三千美元 你中國工人一個月拿三百美元 他們之間就有個競爭關係 雇主往哪裡挪這個錢 可是這個雇主之間是可以 就全世界的資本 我們這些年看到 資本有一個統籌的趨向 可是勞工卻沒有 但是這裡頭就說 我覺得恩格斯當時是誤解了 為什麼呢 美國的勞工運動有一個特點 就是歐洲人 就是你等於是盲人摸象 摸哪是哪 就看的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 當年十九世紀大量的人 從歐洲移民到美國 可以愛爾蘭人三分之一移過來了 北歐人移了小一半 大概是一半人移過來 所以美國有大量的歐洲移民 而這大量的歐洲移民做什麼呢 開始都是做工人一來 那麼他們不光是移民到美國當工人 他們還將歐洲的很多思想 包括社會主義思想 無政府主義思想 公聯主義思想等等等等 都移到了美國來 當時美國你看個不同的地方的運動 就有不同的地方的歐洲移民的色彩 剛才我們就說芝加哥 這芝加哥當時是兩類移民 德國移民和波蘭移民 而我們知道德國人馬克斯 恩格斯都是德國人 德國人和波蘭人中的社會主義傾向 和無政府主義傾向 就波蘭人當時也是俄國 沙皇俄國一部分 巴古寧是俄國人 所以波蘭人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德國人中的社會主義傾向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五一的傳統中的反應 是不是 你要是到了賓夕法尼亞州 油田什麼 那很多英格蘭 蘇格蘭的移民 他們又把很多英國公聯主義的傾向帶了過來 你要再到煤礦地區 我們看到很多北歐斯坎地納維亞 和愛爾蘭的移民 他們又有另外自己的傾向 所以當時恩格斯看到美國的勞工運動 我想他讀了很多德文 這大概也是不少的德文傳單等等過去 所以他能看到 他會覺得有他很多 他自己很熟悉的東西 其實不是那麼回事 說到這就是 說到這個共產主義運動 當時就是工人階級 包括馬克思 恩格斯 這是共產主義的可以說是鼻祖 美國也有共產黨 說共產主義曾經是風靡一時 那麼就是說很多地方 特別是蘇聯 這一個龐大的這樣 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以後 這個共產主義和這個勞工運動 和這個無產階級 是在這個時候就是 他像剛才我們談的 是結合在一起了 但是美國的這樣的工人運動 並沒有走向這個道路 剛才您講了這些原因 那現在美國的主流價值觀裡頭 一提到共產主義 是和納粹主義是相提並論的 認為它是非常邪惡的 是和納粹相提並論的 但是美國現在仍然存在 合法的存在共產黨組織 美國為什麼現在還能夠 有這個共產黨組織存在 結社自由 你成立什麼黨沒人管你 這是各種各樣宗教團體 這是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 共產主義運動 在過去我們這100年中 我們看到世界上的共產主義運動 不是個工人階級的運動 但是共產黨聲稱是 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它可以聲稱是任何東西 但是共產主義運動 是個空想知識分子 和各種下層農民暴力運動的 一種結合 就是說我們在俄國 在中國 在世界上其他共產黨國家 我們看到的 這都不是工人運動 而真正的工人運動 你說這個世界上就強大的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工業國家 真正成熟的工人階級 整個成熟的工業國家的工人階級的運動 和那個國家的經濟 和那個國家的整個資本的運動 是相輔相成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要看美國 美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尤其是到了50年代 美國工人運動最強盛的時期 當時三分之一的美國雇員 是勞聯產聯的成員 在那個時候 也是美國社會和政治上非常保守的時代 所謂愛森豪瑞亞黃金時代 而同樣那個時代 也是勞工跟資方之間關係 就工作關係最緊密的時代 這是很有意思的 整個這個美國的勞工運動 就它跟資方從一開始 就有一個共存共榮這個概念 所以呢 在這個概念發展之下 美國的勞工運動是以談判為主 而不是以衝突為主 不是以暴力 那麼另外一點 如果沒說錯的話 美國共產黨之所以 能夠在美國合法的存在 是因為現在美國的共產黨 已經放棄了這種暴力 推翻政府的這種理念 第一是美國共產黨 好像從來就不這麼暴力 第二是美國共產黨極其邊緣化 就是說我曾經記得 幾乎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我對我曾經還想去看 我是美國什麼都有 我記得當年到美國時候 看在哈佛的時候 看見過一個廣告說 第四國際開代表大會 你們都來參加 我說那不是脫了司機嗎 也在哪 好了今天時間的關係小夏 我們今天實施大家談 就到這裡了 感謝龔小夏博士參加今天的節目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除了通過短播和衛星電視 接收美國之音的節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陸 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 通過視頻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網址是 www.voachinese.com